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真死后 曹爽夺取了司马懿的兵权 并想将司马懿置于死地 司马懿装病逃过了一劫 以为司马懿在无方生之日 曹爽放松警惕 而司马懿却暗中集结兵力 准备灭曹爽 夏侯辉是曹氏血脉的人 是司马施的妻子 在历史上 夏侯辉是因为看见了司马家谋仿的证据 被司马施堵死的 而在电视剧中夏侯辉 撞进了司马家谋反的证据 而被掐死的 林死琴手中紧握着司马施的玉佩 当张春华看到夏侯辉的尸体时 当场就吐血倒爹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儿子司马施 张春华怎么也不相信司马施会是凶手 司马施跟夏侯辉一向和睦恩爱 怎么会狠心下手呢 当司马施看到妻子的尸体却是泪流满面 夏侯辉真的会是司马施杀的吗 好了 就说这么多 更详细的剧情还是跟我一起追剧吧 喜欢的小伙伴 请关注 转发 评论吧 谢谢收看 再见